好那么滴滴又被罚80多个亿 然后两位核心领导层 陈维跟柳青分别被罚100万 那么对于这个事情 大家弹幕当中可以讲讲 这个惩罚力度 你觉得是高了还是低了呢 你满意吗 反正作为我来讲 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因为第一个 上回滴滴第一次被敲打APP全线下降 那你可以想象的 滴滴的这个利益相关方 尤其是国外那些资本力量 肯定是不服气的 是吧 好了那今天网信班呢 啪就直接给出了确凿的这个证据 列举出了滴滴的16项 八方面的这个违法事实 再通过各式各样的这个手段呢 收集用户的这个个人信息 存在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 数据处理活动嘛 对不对 而且当监管部门提出 明确整改要求的时候啊 一开始居然说他还拒不履行 还阳奉阴违 恶意逃避呢 这个监管 也就是说 他不光是极大的违法了 违法性质还极其恶劣了 那么之前帮滴滴讲话的那帮人呢 你不是各种不服吗 好的 真凭实去 我啪就摆在你面前 专制各种不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了 咱们有些朋友就在讲了 说他们眼中的那个违法行为 最后只罚了80亿 看着是多啊 其实对他们而言不多 这个钱这个数目的话呢 老是讲 网友讲的确实也有道理的 对他们资本家而言呢 这个80亿 我们老百姓看着打 但其实对资本家而言不算打 而且在资本家的这个世界里面 你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啊 根本就不是问题 或者说不是根本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 我对这一次的这个处罚 还是感到满意呢 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一次处罚呢 他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 说在大是大非的这个问题上 还会被财阀所控制嘛 你像韩国就是呢 他的这个政治就是财阀政治嘛 方方面面都是说 这各大财阀势力左右的 一个财阀代表人物 如果说哪怕是今天犯法进去了 明天他还可以通过 背后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操作呢 走出来 底下韩国民众你闹了 有什么用啊 没用呢 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嘛 但是我们这边呢 滴滴这个案例 实际上就给我们 输了一个非常好的典型了 就滴滴背后 熟悉他资本结构的人都知道的 财团并利嘛 柳青的这个老爹是谁 你们都知道 是不是 联想创始的柳传志嘛 柳传志在国内企业家江湖当中 一度是教父一样的存在 对不对 那叔叔你可想而知的 滴滴背后的这个靠山有多硬啊 而且他已经是个全球型公司了 他当时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谁给他在背后出谋划车啊 谁给他在背后提供财力上的这个鼎力支持啊 高盛集团啊 全球最牛叉的目前 至少是互联网界背后支持的这个财团的这个势力里面 最大的这个高盛集团嘛 对不对 但是能怎么着啊 能怎么着呢 你在中国犯法了 违规了 我管你这个那个 我直接就打脸打肉给你看嘛 对不对 那以后就看你们其他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话 还敢不敢不老实 是不是 你看 你要再想到这一层的话 你就会发现虽然只罚了滴滴八十个亿 但背后所产生的呢 其实远远不止这八十个亿的价值了 而且咱说句实话 对于做这种滴滴这种大生意的人啊 钱已经不是第一位了 商业威信才是第一位啊 钱亏了可以再挣了 当然一旦在国内的这个商业威信没有了 失去了一呼百音的能力了 好了 以后别人都躲着你走了 那你还做什么生意 做什么大生意呢 对不对 就算给你继续发展了 你的这个发展也将举不为截 是不是 所以说我说到这儿的话 你就更明白了 表面上这个是八十亿的事 其实对他们这个杀伤力呢 岂止八十亿啊 搞不好八百亿都不止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对于他的这个处罚结果 是不是够可以了呢 反正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 很满意 好吧 那不知道大家对第一被罚八十一事件 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话天下 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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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